今天我们来到了京都的奇缘花剑小路 我们的导游拿着有公仔的竹竿 走在最前面带我们去奇缘花剑小路 位于京都繁华区的之园 大家都是冲着有五季或一季五一的花剑而来 奇缘这个历史悠久的区域 奇缘只是八板神社前的一条热闹街道 随着参拜的人越来越多 开始有酒馆、商店、一季夜等商家 渐渐形成了一季、五季无聚集的欢乐场所 而花剑小路也成为京都最有名的花街 左边的店里有很多人在租和服 穿着漂亮的和服准备去花剑小路散步 哈哈哈哈 我们终于到了花剑小路 一季已经是日本的重要文化遗产 我们来的时间可能太早 基本上是遇不到一季 一季通常在黄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 车蛮多的 想拍照的朋友可需要小心哦 花剑小路比较适合参观 石板路上两侧格子户的古老木造建筑 二楼街以竹帘遮蔽 很有风味 而这些竹帘在晚上时灯火通明 这种瓦顶木造的两层民房设计 源于一千年前的平安时代 花剑小路走到镜头是剑人寺 至今有超过八百年历史 寺庙中最有名的就是在法堂上 气势微风的双龙图 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 这里风景特别美 对面的樱花盛开 更加称了园内的景色 这是京都一座雄伟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古铲 第一次看到剑人寺的出入口 对面的双龙图 大雄院的枯山水庭園 枯山水是日本庭園的一种样式 以石头和沙子表现出自然山水的意象 枯山水并没有水 是乾枯的庭園山水景观 我最后一路他在这儿 我把前面觉得回 country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我给你一个浪漫的狀大 我给你一个温暖的狀大 我都是亡的狀大 我来自然时期间 其主要特点是用山石和白沙为主体 用以象征自然界的各种景观 寺院创设于苍石代的剑人二年 一二零二年 寺民及当时的年号 山号为东山 家庭清廓 小家庭 城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转了一圈 从这里出去 又回到了花剑小路 哈哈哈哈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为我订阅和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